到期闯进季后赛 世纪高昂的大谷祥平 把握最后三场对战洛基的例行赛 缔造纪录 面对洛基先发投手 二局上大谷先敲出一支 带有一分打点的一蕾安打 站上领包 接着随即发动倒垒攻势 本季第57道出炉 同时他也超越林木伊朗的56道 成为亚洲史上之最 而手感发烫的大谷祥平 表现可不止如此 六局上再从洛基中继投手莫莉娜手中 挥出飞越右外也拳雷打强的 超大号杨春炮 本季第54轰出炉 代表大谷距离完成55轰55道的史诗级记录 只需要再一支拳雷打就能达成 大谷祥平在这场共计五打数三打 包含一支三分炮 共计打进四分打点 而在大谷火力全开的带动下 倒戏中场也以11比4 大胜搏击 剩下两场比赛 不管是不是倒戏球迷 想必都很期待 大谷是否能够再创造历史 民事新闻最好报道 Covid-19来势凶凶 民事新闻为你提供最正确的防疫资讯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4选50 4选20 加入民事新闻台 民事新闻的防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